好,中間是嗎? OK,這邊 我們是會就住2月1日開始 政府會提高長者忠援的新領年齡標準措施 特首剛才是回應的,我們是作出回應的 首先,剛才特首提出了一個新的說法 原來在2018年施政報告的總目170的綱領 總目卷1已經提出了 大家同意的時候已經通過了 他想把這個惡政的責任拘捕議員下水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究竟那件事是怎樣的 我查回一些資料 在總目卷1裡面 總共有920頁 在920頁裡面的797頁 第十一點,他提到 為推出高額的長者生活津貼 以及把領取長者忠援的合資格年齡60歲 提高至65歲,展開籌備工作 這就是except wording 他就說既然在這裏已經說了 所以大家同意了 所以大家應該有份的 現在推翻就是沒有理據了 我先去提出 整個總目是有920頁 在920頁裡面的其中 在797頁裡面的其中一小段 這個是現在整個情況 另外我更加不明白 特首為何會 這麼不認識 我們立法會本身的條例 或者是我們的基本法 因為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和基本法第七六三條 議員只能夠不批他增加的開支 但不能阻止他削減開支 所以這個是削減中援 削減開支 所以這個是議員根本不能夠阻止到的 這個是我們權力範圍的限制 所以他這個說法是不合理的 他這個說法是露屈立法會議員 是露屈的 無論是哪位 是甚麼陣營都好 他是露屈所有立法會議員 這件事是很離譜的 我想指出 立法會是有一個動議 是要求各自 將中援老人家年齡 由六十升到六十五 這個動議是我提出 在福利事務委員會獲得通過 所以很清楚立法會的立場 在福利的範疇 正正就是福利事務委員會 是有一個這麼清晰的立場 就是反對這個收緊老人中援 現在他就去露屈 兼且呢 剛才他回應我問 有關黃伯這個慘劇的時候 他說要增加這些社區支援服務 是不是那麼簡單的 是很多事情要想 不是就這樣 簡單就說我說可以就行 但是他在削減老人中援這裏 就非常簡單 他就在這個預算案那裏 改一改一個數字 就說立法會已經通過了 這種這樣的態度 就是特首 如果他說是一個關心長者 一個新施政的思維 我就請他回去好好檢討一下 究竟這個新思維 是不是其實在這裏屈老 就是說它是在這裏 令到我們的老人家 真是很委會 越來越辛苦 而且呢 貧窮的老人家 面對那個困難 只會更加 在這個新的施政下 更加嚴重 特首的屈老的行為 還有第二點 就是他提到 就是2007年 60至64歲的就業率 是32.5 在2017年 60至64歲的就業率 是44.4 44.4的就業率 一點都不高 在1977年 在1977年 當政府要改動 那個退休年齡的時候 是由 中環裏面的退休年齡的時候 是由55 停到60的時候 當時的資料 是有85%的 65至60歲的人 是有85%在做事 即是說他有很高的就業率 下面呢 他就會這樣退休那個標準 而不是現在呢 在不夠一半 44.4的情況下 都仍然是說 很多人就業 所以就可以鼓勵他就業了 這樣 這個完全是 跟他事實不符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留意這一點 還有最後一點就是 社總 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社會服務聯會 以及 邵家宗議員辦事處 將會聯署一封信 讓特首反對這個措施 要求他立即擱置 這封信將會在明天 我們會給到特首 所以你們的 本身的新聞 我問是 那時候議員三批 那時候 就算是正確或者反對 都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 如果他在內容 那時候寫到 那時候是 很重疑的 意思行 如果當時支持了 這個 柳國財政議員 那些問題 是怎樣 就是在看扭招 還是支持 那時候 我看漏招是一個情況 如我剛才所說的 在第797頁的一小段 可能會看漏招 不過更重要的是 根據《基本法》第73條 括弧3的規定 立法會議員行使批准稅收及公共開支的內容 議員是不能阻止 只能不能阻止他增加開支 不能阻止他 議員是無權增加開支 這個削減了我們無法再增加 這個根本是立法會在《基本法》底下的權力限制 所以第一 很多議員是反對這個預算項 就算是支持的話 其實都沒有可能是 在那個預算案那裏 有權去增加這60至64歲的中援金 通過的時間 通過的時間 你的 motion 那個應該大概是兩個月之前 我給它入資 那個小屋到底是幾次 是否在財政預算的時候也看到 還是後來才發現 原來有一個這樣的小屋 這個都會是在 當日他講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是有派到這個文件的 但是我想有些議員見到 有些人見不到 但是見不見到的問題 就是都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其實立法會議員是無權 要求他增加那部分的管理 我們只能夠削減 不能夠增加 如果您覺得 梅林是在財政預算 要求他提供你 做的話 您接受到她的指控 是她的指控 她對她的指控 是在財政預算 想要求他 做法會的 在對方 發言 我認為 那些责任的责任来的责任 在实际上,我们不能加上任何责任的责任 或增加任何责任的责任 我们只能准备的责任 所以,我们不在我们的责任 当我们的责任责任 我们可以重新责任的责任 在剩下任何责任的责任 我想问,两位都比较关注社福利的议员 你当时有没有留意到有这一行的责任 另外,我想问,当时有43个议员支持 但多数都是建制派的 根据根据建制的项目 是否建制派比较多责任在您的责任上 我自己是没有留意到这个项目的 我其实都每一次的预算案都会看 尤其是社会福利底下的这些 比如社会保障、青少年、家庭、 路安路、康福等等 不过,真正在说 整个预算案的文件是九百多页 我自己都可以说是看漏了 看不到这一点的 不过其实这一点 看不看得到的意义 是不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已经清楚表明了立场 而在预算案里面 我们亦都没有权增加开支 至于 你说 接着是 那个 其实我补充一下这个 就是 我记得 曾玉成前主席说过 做建制派是有欲无荣的 这个就是有欲无荣的另一个例子 就是原来 原来你见到就是 他是 会拘捕建制派下水的 拘捕了43个支持他就下水了 另外就是 很多研究都说 支持建制派或支持林郑 很多都是长者 一些低学历的基层长者 其实你今天见到就是这样 过往就是 过桥抽版就是这些例子 你支持完林郑做特首之后 其实他给到你的东西 不是一些福祉 而是一些咒座 好 什么情况下的最悲惨是 最悲惨的情况下的情况下 最悲惨的情况下 是那些人从60年到65年 可能他们不够找职务 而是在一个状态的情况下 他们会得到较少的支持 的值观 他们会没有收到较少的支持 他们会想到较少的支持 并许提供他们对他们的支持 这些人都应该要医疙的支持 这些人该会会需要更多的支持 因为他们的数据 应该需要有更多的支持 一大微言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age limit will make the poorer poorer One more thing I'd like to add is those who are not classified as elderly or disabled they would have to participate in a self-reliance scheme which will require them to find jobs and if they are not successful in finding jobs they would be sent to do quote-unquote voluntary work that would include picking up garbages in the beaches cleaning up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is is sort of like forced labor and one can imagine how elderly people aged between 60 and 65 are forced into that situation Why do they call it forced labor? because if they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is quote-unquote voluntary work they would be kicked out of the CSSA scheme 提升了後有甚麼影響呢? 會立即令到有一班… 其實政府一直都說得很狡猾 大家經常以為長者忠援和忠援是相差1050元 其實在去年的budget queue裡面我問了政府 是相差如果連同其他的特別津貼或者其他的補助金 平均呢? 現在是說一個長者忠援的人是拿6400多元 而成人忠援呢? 是拿3200多元 是相差2千多元 而不是1050元 那這2千多元 2千3元呢 這個數目呢 對於基層市民來說 對於貧者來說 是一個很具體 很沉重的數目 第二就是呢 剛才經常都說 就是那些… 成人忠援呢 是不能申請很多特別津貼的 包括是眼鏡津貼 包括是租金的案金津貼 包括是搬屋津貼 有很多津貼 成人忠援呢 都是不能申請的 而第三 超雄剛剛說了 就是 成人忠援呢 是要被迫做義工 作為一種懲罰 或者作為一種回饋 要不斷地要求自力更新 不斷地證明自己更新 但是掌援忠援呢 是不需要這樣 不需要這樣 去被迫做的事情 所以 一來一回呢 相差的不僅是 不僅是那個 金額問題 我想了幾樣東西 現在呢 全城路敲 大家 如果你去酒樓 去酒樓 去殯儀館 都有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年紀的人 不同的年紀的人 不只是長者 對於這個政策 覺得政府很刻薄寡恩 覺得林鄭月娥 是很嬌橫不戶 這個是對於政府來說 是一點都沒有好處 一個牽涉到 其實是這麼少預算的 一個這樣的措施 而這個措施 也不是由林鄭提出 是2017年由梁振英提出 其實這個禍 政府真的不需要揹 明天我們社工界裡的幾個主要組織 社總、社聯、社協 以及我的辦事處 會出聯署的信給林鄭月娥 要求她各自 星期六是財政司的 社福界的財政預算的諮詢會 我們在會上 我們會直接向陳茂波和羅志光 再提出這個看法 下個星期三 就是我的議員動議 就是關於檢討中緩政策 在那裡我們也會繼續 拿著這個題目 去向政府施壓 好,謝謝 謝謝